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 听众朋友我是阮木华 台积电太占大盘权重了 现在目前台积电的占比非常高 所以说大盘变成说成也台积电 败也台积电 今天台积电出现了开高走低的情况 也使得大盘指数今天出现了很明显的开高走低 加权指本来开盘大涨172点 不多久就冲上去涨了229点 指数再创历史新高来到13780点 但是台积电就来到506块的当口上 出现了明显的调节卖压 使得台积的股价就一路的压回 到中场收盘 从本来涨最多22块的大涨行情 到收盘只有小涨一块半 自然大盘也压回到 以今天全日最低点做收 13593点 只有小涨的41点 从229点的涨点到小涨41点 开盘是跳空大涨172点 所以今天这个盘蛮细极性的 也很值得观察 很值得去详究今天整个盘式的结构 另外起始今天开高77点 收盘是涨46点 所以期货也同步的 是很明显的在压低 收在13625点 成交了十二万五千口 那期货之间收盘是正价差31点 还是正价差了 也就是说基本上盘式还是偏多了 另外贵买指今天是收跌了 跌了0.14点 跌幅是0.08% 指数收在168.35点 量很大 800多亿的成交总值 今年两市加起来的成交总值超过3000亿了 那外资今天是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买超 外资还是站在买方 今天是再继续买了151亿 外资这个买盘 可以讲说是火力全开了 那自营商今天小卖一亿 投信呢 最近持续在调节 都是卖多于买的情况 今天卖超了6000多万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149亿 同时呢 外资在现货买超的策略下面 在期货则是同步的持续减码 很明显的今天在减码的大台3281口 所以近多单的流仓部位下降到 只剩下26705口了 所以外资操作上很犀利 看到指数大涨 就开始调节期货多单 所以单日的期货卖超的金额 差不多90亿左右 小台也同步调节了2904口 那这样的盘视到后面怎么观察呢 我们赶快来请教 大华国际证券投顾的 洪世哲分析师 洪老师你好 莫博兄大家好 洪老师今天这个看台积电表演 这个男主角就是台积电 但是呢 这个男主角只演了 开场的五分钟好戏 今天指数在创了一个新高 因为短线的乖离比较大 所以出现了开高走低的一个现象 就像呢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一个11月11号 指数也是大涨创新高 同样的当天的一个晚上 美股也是大涨的 隔天呢台股也出现了开高 开高之后创高的一个走低 所以呢 在不管是指数呢 是在1万点或是1万1 或是1万3以上 如果你的操作节奏错了 那短线呢 当然不容易赚到钱 那过去呢 在8月9月 10月的这三个多月呢 当指数在这三个多月呢 都是呈现的是区间震荡的一个行情 有些人呢 觉得没赚钱是因为指数横盘的一个关系 但是这几天呢 指数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还没有赚到钱的人呢 会认为呢 这个盘都是呢 台积电这个全职股的拉抬的原因 认为呢 市场只有拉抬台积电 其实呢 操作呢 要赚钱 就要把握这个两大的一个因素 首先呢 就是呢 了解公司呢 这个产业的变化 其次呢 要把握进场的一个成本 把进场点呢 尽量靠近在市场大户 或者是法人的成本附近 只要做好呢 这两件事情呢 不管指数是在一万点 或者是一万三千点之上 都不是问题 那节目忠实的一个听众朋友 都知道呢 我们最近呢 分析的股票呢 后续呢 都是出现了大涨 从10月份的一个 军号 还有3580的有微科 以及汽车电子的5309的系统电 或者是呢 2231的维生 到最近呢 6150的汉逊 以及3092的一个 红硕 都是呢 在大涨以前 用产业的一个角度 以及筹码流向的一个分析 提醒大家可以特别去留意 像最近呢 我就时常的提醒大家 要注意的是 长线低基级的一个转机股 我在上个礼拜五呢 还把这个看好的原因 拿出来讲 除了我之外呢 就像这个 像联苹果的一个天网 像郭敏奇分析师 都开始推荐了 低基级的股票 上个礼拜五呢 我们刚提到的这个 郭敏奇先生的一个发布 看好6153加联益的一个报告 那礼拜一呢 新闻出来之后呢 股价就以涨停板来反映 这就是呢 现在市场的资金 爱好低基级转机股的一个现象 那包含呢 上个礼拜呢 我也请大家去注意 光通讯的一个产业 当时呢 我们提到光通讯的个股 大部分都是落在低位阶 之前因为华为呢 被美国封杀 所以5G基地台要更改设计 导致呢 相关的产品拉货延迟 加上呢 之前大陆有水灾 更延缓的基地台的一个 部件的速度 如今呢 很多的过去受害的一个公司 基本上呢 股价都已经大跌来反映 目前这些跌深的股票 投信呢 法人呢 已经开始逢低的进场 那大陆现在还是呢 5G进展速度最快的一个地方 虽然呢 华为被封杀 更改的设计 可是呢 迟早这个5G基地台 还是会继续盖的 所以过去呢 受害的一个产业 在股价都已经大跌反映 一旦呢 这个中国大陆呢 又重新的开始 布建5G的基地台 这些跌深的股票 都充分的具备了转机的一个条件 所以呢 上个礼拜我们刚分析 今天我们就看到 跌深的一个光东逊的股票 向6426的统新 今天就涨停板 3234的光环呢 也创下了短线的一个高点 我当然呢 也带着我们的家族 在上个礼拜就逢低的布局 降3234的光环 今天指数 开高走低 但这些呢 低基级的个股呢 股价的表现就比较不会受到影响 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亚洲股市整体的表现 除了台股上涨以外 那今天日经指数 在盘中也攻上了26000点 中场收涨了0.42%的幅度上 107点 松260014点 是连续第二个交易日的走扬 日经指数很强 已经来到30年来的高点 这26000点是29年半 将近30年来首见 这1991年5月14号 也来首见 创日本经济崩坏之后的 这个股市指数的新高了 所以日本股市最近的牛市 也非常的明显 那韩国股市今天相对 表现比较差一点 是下错0.15%的幅度 不过也是小跌而已 韩股其实今年表现相当的强 今天小幅拉回 应该也是无碍多头的走势 那另外在香港恒生指数的部分 今天是收涨33点 小涨0.13%做收 反倒是今天入股 收的比较差一点 上阵指数是下跌7点 跌幅0.2% 深层则是跌了118点 跌幅是0.85% 上阵跟深层是双双下跌 不过人民币很强 人民币已经升到两年来的新高了 另外台币今天收盘是贬值0.5分 收28.815% 人民币升值的大戏持续了 这个两年多的新高 最近是已经达到这样的位阶 人民币持续走深 对中国大陆出口多少会有影响 此外今天另外一个重要消息 联发科赤资24亿 要这个并购intel旗下电源管理晶片的产线 所以看起来联发科的弃乏性不小 而进入到电源管理晶片去争夺这个市场 所以安息设计股 这个联发科今天 我们看到它的股价是 今天联发科的股价是小涨两块了 696块 并没有能占回700块之上 此外今天相对比较弱 是像精彩下跌10块半 跌幅有5.5% 待遇跌停板 今天这两档股票相对是比较弱 另外先前这个涨比较多的像双红 今天也回挡了7%多 创意今天也同步回挡了2.5%的幅度 创意跟精彩都是先前涨比较多的股票 所以今天涨比较多股票多有拉回 所以黄老师 涨比较多的股票这一波段猛涨猛涨 像精彩创意今天也都明显在压回 是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 现在选股的一个方向 我们一直提到的就是 低基级的一个转机股 是我们现在目前布局的一个方向 虽然很多人说这个指数创新高 是所谓的垃圾盘 但其实还有很多股票在轮流的在大涨 就像6150的汉讯 已经从我们10月底在节目公开介绍 当时股价才50出头块 今天最高已经来到了94.3元 就短短的8个交易日涨了6成以上 那像汽车的一个电子的新特斯拉的概念股 3092的红硕 上个礼拜二我们预告在最新布局的这档 特斯拉的一个充电线的概念股 在48.5元附近进场 今天最高也来到了62.1元 差一档就涨停 又是一档波段获利挑战三成的一个个股 那当然目前指数创下新高是40 成交量也是跟着放大 量大就有利于个股的一个表现 因为资金变多了 那过去我也请大家注意 这个长线DG级的转机的族群 包含上个月开始就一路看好的汽车电子 到最近的一个板卡股 以及上个礼拜的一个光通讯的一个族群 那今天我们当然来介绍 另一个可以特别去留意的产业的题材 就是涨价的概念股 那这一次涨价不会局限在于电子或者是传产 那像台波1802 就是收费大陆玻璃价格的一个大涨 所以呢最近股价也非常的强势 然后在电子股的部分 目前5G的手机对比过去的4G的手机 5G手机将会使用多一倍的一个电源管理IC 那电源管理IC这个产品其实难度并不高 大多都是使用8寸的晶圆代工厂 台机电今天也要 联发科也要介入了 对对 那所以他们是使用8寸的晶圆代工厂的一个成熟制程 而不是高阶的制程 可是大陆的一个中心半导体 被美国制裁之后 让市场8寸的晶圆代工的产能已经缩小了 那导致产品供不应求 很多IC设计的公司 现在目前人已经酝酿要涨价 那大部分都是集中在成熟制程的一个产品身上 像过去介绍的3545的敦泰 就提到要调整 这个TTDI就是所谓的这个整合触控这个驱动IC 那就是TTDI就是所谓的这个触控面板的感应的一个晶片 这也不是所谓的先进制程的一个产品 另外像MOSFI也传出要涨价的一个声音 都是过去技术含量不高的一个产品 但是在终端产品需求变多 产能却减少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些产品的涨价趋势是几乎可以确定的 除非市场不再推出5G的手机 但大家觉得这样可能吗 所以很多在过去 大家觉得技术不高的一个IC产品 像刚刚说的电源管理的IC 技术含量不高 但这个东西就是电子产品必备的一个元件 那在未来5G带动之下 需求会大大的增加 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5G手机 会使用多一倍的一个电源管理IC之外 那未来5G还会带动物联网的一个快速发展 像智慧家电 现在很多的智慧这个家电的产品 都能够用远端来控制 所以5G的一个加速发展 就会让这些产品更普及化 当然就会提高很多电子元件的一个需求了 那这些共同指向它会带动什么样的个股 或是说产业呢 当然像这个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这个像驱动IC的 包含了像3545的敦泰 或者是3034的一个联用 都是这方面的一个IC设计的公司 MOSFIT的部分 像市场大家都知道的 像大宗或者是富顶 杰利 对杰利这些股票 都是所谓的MOSFIT的一个相关的IC设计公司 最近他们都有一些涨价的题材吗 对 这个联勇也喊出晶片要涨价 敦泰也是啊 包括MOSFIT也喊出要涨价 对 所以当然这些股票的选择 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 他们的业绩也是有逐步的成长 那要选择的部分呢 当然可以特别去看哪些的股票 是有近期法人在买的话 就会比较强势一点 好 那今天这个投信买超 好我们谈到法人再买 投信今天买超第一名是旺宏 今天旺宏的股价也相对强势 那另外投信买超第二名是联电 金电长龙富邦金万海国泰金 台湾50 强貌日月光头控 都是台信投信买超上市的股票 那上规的股票投信买超第一名是宏杰科 不过宏杰科今天股价下跌五毛钱 另外买旺系红树 中美金 文帽原相 微钢六角 万润跟星浦 那外资今天在上市买超的前十名 同样也有这个长龙跟旺宏 另外买中信金 新光金 国泰金 中签 南亚科 华邦店 中钢 加士达 买的比较多的是金控股 跟传产股 另外在贵买的部分呢 外资买超第一名是光阳科 买超2800多张 另外买奇邦 世界 微钢 国统 环球金 茂迪 中天 合一 跟联雅 这个联雅也算是光通讯的族群嘛 所以刚刚谈到这个光通讯 的确感觉起来相关族群的 这些个股基期是比较低了 今年没有什么涨到 像光环 华兴光这些股票 对 那接下来这个行情 当然是题材为王 因为公司的一个第三季的财报 都已经公布完毕了 随之而来的就是明年的一个作梦行情 但不管面对哪一种行情 都要把握操作的两大要素 第一个就是追踪公司的产业的变化 然后呢 把进场点 买在靠近市场大户 或者是华人成本的附近 就能够提高赚钱的一个几率了 那操作股票最懊恼的事情就是 一档好公司买在错的一个位置 导致最后不是停损 不然就是在等解套 或是指数明明就大涨了 手中的股票却大跌 像今天的一个双红 上个礼拜突破大涨创新高 今天就把当天的一个涨幅 全部跌回来 那双红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家好公司 产品已经陆续的打入了 苹果的相关产品了 例如MacBook这些 问题是上个礼拜看到突破大涨进场 追价的人放到今天来看的话 指数创新高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反而还因为买点而出错了而赔钱 那一张最多就可以赔到两万 很多投资人就是为了这个贪快 想要每次都想要买到标股 导致过度的一个追价 一跌下来却不知道要如何来处理了 所以我们过去在操作的股票呢 有一买就连续大涨的 像3092的红硕 上个礼拜买完之后呢 到今天都还在创新高 那3580的有威科呢 也是买完之后呢 就天天的涨不停 但也有呢 我们先逢低布局的 过了几天才发动的 像6150的汉逊 或者是2375的凯美 都是买在50块出头附近 先布局几天之后股价喷出呢 一旦喷出就是波段活力的开始 何时会上涨就交给市场来决定 我们只要深入了解公司的一个产业变化 以及把握进场的成本 把进场点靠近在市场大户 或者是法人的成本附近 这样呢 不管是行情 是一万或者是一万三 或是呢 所谓的垃圾盘 其实呢 影响都不会太大 那刚刚呢 我已经把这个最新看好的 这个产业 也分享给大家 当然呢 大家呢 也可以持续呢 来关注我的个脸书 股市涨先机 红市者 每天都会有分享行情 跟个股的看法 当然也欢迎呢 加入我们 跟我们一起来布局 这个接下来的一个行情 那趁 当然呢 越早参加的话 越能掌握好股票的一个买点 或者像呢 6150的汉讯 还有3092的红硕呢 都已经喷上去了 已经错失了当时 最好的一个进场点 那今天呢 那红老师 我们邀约 十个见证者 来见证 这个礼拜呢 这一档 就如当时的 6150的汉讯呢 题材 新了 而且呢 营收好 正要喷出 十个见证人呢 把握住呢 这个十个名额 一起来赚本周的新标股 好 那这个本周新标股 可能跟涨价题材有关 对不对 就是说您刚刚也是 透露出一些玄机了 好 现在目前台子期盘后 是上涨32点 然后13656点 刚盘中一度高点 来过13673点 现在目前稍微压回 那美国三大期货指数 现在目前是 纳萨克指数上涨 但是标普跟道琼是微跌了 跌幅不大 0.2%左右 纳指涨幅也不大 大概0.3%左右 纳指主要是 被特斯拉盘前大涨所带动起来 因为特斯拉终于是纳入了 标准普洱500指数 变成成分股了 所以特斯拉这个消息激励 股价大涨超过一成 也带动了 一堆的电动车股票 往上走向 蔚来汽车 理想汽车 小鹏汽车 这些中国大陆电动车的股票 今天盘前都出现了大涨的情况 也带动了纳指的期货走高 我们非常谢谢洪世哲分析师 休息一下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大英耳熟能详ETF ETF在台湾很多年 但是很多人可能对ETM 并不是那么熟悉 事实上ETM去年上路之后 其实持续在增加它的存量 挂牌的ETM的支数 也不断的在增加 我记得去年 我们介绍ETM的时候 它大概才10档了 我刚刚问了一下说 现在已经增加到22档 扩增超过一倍 这个商品发展的还蛮快速的 其实金管会也好 还有我看各主管单位 其实对ETM来讲 也是推动的不予力 那当然 现在目前22档里面 据我所知 这个统一证券 它其实是最主要 不断的在扩增 这个档数的一家券商 现在目前已经扩增到6支了 6档一天 可以讲说是在所有券商里面最积极的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请教 统一证券的金融商品部的副总经理 普建亨普副总在我们节目现场 同时我们今天有直播 听众朋友看 news98我们的直播画面 你可以看到 普副总带来一些图表 跟我们好好来讲一下 ETM这个商品 我们怎么来运用它 一年多来 它也逐渐上轨道 而且是渐渐成熟 然后券商也更多元的去推出各种 这个ETM特色的商品 普总你好 诶 诶 阮大哥 阮大哥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普总这个统一这么积极 ETM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 因为我们要发展财富管理 所以我们要提供客户比较多元的 更好的一些指数型商品 OK 那就提供客户多元的选择 是我们的目标 这样子 好 我们还是不能免数 先介绍一下ETM 因为ETF大家都很清楚 交易所基金 交易所的指数基金 挂牌在股票市场上 每天交易 像0050这些 大家二手能详 可是ETM稍微有点陌生 虽然说它现在已经 到了22档之多了 是不是先请您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 ETM它的特色是什么 这个商品跟ETF又有什么不同 ETM它就是追踪指数报酬 然后具有到期日的有价证券 那我们换一句话说 它就是无追踪误差 有到期日的 类似ETF交易特性的有价证券 就是说它 它一样是在市场上买卖的 它大概 主要差异就是一个是券商发行 一个是投信发行 然后它同样是在市场上能够进出的 一样是在 追踪指数的产品 大盘上面挂牌 对 所以说这22档 包括统一的6档 都可以在大盘上每天买进卖出 对 所以它就很方便 很方便 不像我们一般讲 基金你要这个申购赎回 对 那这个有一些手续了 好 那ETM的特色是什么 就是说它优势在哪里 我们刚刚讲说 它跟ETF 大概性质上有差异 它优势是什么 它的优势就是没有追踪误差 比如说我们像 之前有一些原油的一些 ETF的一些客人 他有一些追踪误差的问题 溢价的问题 折溢价问题 还有一些追踪误差的问题 就是它事实上它是一个期货基金 它是用期货指数当成它的追踪 追踪的一个标的 那它就会导致追踪误差会比较严重 还有之前我记得以前很夯的时候 有很多人发护身300 事实上它当时没有办法实际去持有护身300 它都买A50做避嫌 那事实上你买A50跟护身300是有点差距的 事实上它是拿A50去追踪护身300 可是它净值上表现 它就会有很严重的追踪误差存在 那ETM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一天就纯粹就是追踪指数 我们就不会发一个很fancy的指数 不会很梦幻的指数 我们都发一个很实在的 然后对投资人好的指数 我们追踪得到才敢发 因为追踪不到 我们本身就要负责那个的损益 所以我们发一些追踪得到 然后好指数给大家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所谓追踪得到又是好指数 可不可以举些实际的例子 让我们听众朋友知道 比如说我们这个5G的 现在5G很夯 大概这两周有某国差投信 它会推一个5G家 是它选股的一个逻辑 跟我们的统一的5G ETM 是很相近的 那它最近要募集了 那我们5G的概念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的科技 科技的实力很强 然后今年到前三季 前三季我们的电子零组件 还有一些支通试听的产品 他们大概占我们出口的6成 然后整体成长的20% 今年 所以它对我们台湾出口 能够连续三个月占上300亿 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所以我们就集结这些股票 然后利用一些很特殊的 就是一个资料库的一个分析 希望能找出它在无线通讯的一个产业的营收 能够到五成以上 然后我们就把它抓到我们的成分股 然后集结起来变成台湾 我们统一台湾5G ETM 这个ETM 对 020019 OK代号是020019 我知道里面成分股就像什么联发科 台积电这些 这个龙头型的台湾的领导厂商 对不对 包含你看最近很热就是5G 那最近还有一些像CCL的概念股也很多 我们那个CCL三雄也有 台药台光电 茂莲都是我们成分股里面 还有ABF今天也是表现得很好 那这ABF三雄 新兴南电 还有那个景硕 都有可能 其中有两只在我们的成分股里面 所以我们会随着 它的营收如果在5G里面 营收增加我们就把它列入 每年会把它列入一个我们的成分股里面 所以你们成分股是定时会调整 对对每年调整一次 每年调整一次 那这个包括我们刚刚讲这些股票 其实现在目前正在这个板块上面 对对对都是最热门 就是未来是一个高速的时代 比如说PCIE 或是Wi-Fi 6 Wi-Fi 6之后的DDR5 都是需要速度的 那这些需要一些CCL的这种相关的一些高速的 都在我们的成分股里面 所以我们也是虽然是5G定义 可是它事实上它包含里面很多硬体材料都在里面 所以它是一个未来我可以说是一个5G加速度的一个产品 所以大家可以提供大家一个比较多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那普副总刚刚统一我们讲说发了6档ETN对不对 对这6档大体上除了我们刚讲的5G这档以外还有其他什么 还有比如说我们有一档也很好跟那个淡大的教授合作的 业教授然后它是一个价值成长的一个指数 就兼顾价值与成长 那它有一个公式算出来就是它GVI的指数 就是说你兼顾价值 比如说价值就是那个PB ratio比较低 就股价相对于净值比较低 然后它的那个B出于B就会比较高 然后再乘上它的ROE的6次方 那这样你去把它算出这个算式算出来 如果大于1.5它是一支未来有潜力的股票 是这样这个是那个叶教授 叶教授他十几年来的研究 然后跟我们合作做成指数 所以这样指数非常特别 它是每季换股 而且换了两到三成的一个持股 所以我们必须我们就每一季把 比如说涨多了我们就会把它卖掉 然后换一些更有价值 就是比较没涨的又有成长性的股票进来 所以我们每季的流动性有三成 所以那一支也是非常好 它是020015 020015 它的全名叫做 统一价值成长报酬指数ETM 是020018吧 020018不好意思 我帮你跟证一下 15是那个美国低波动 OK好 那美国低波动 你既然已经谈到了 顺便介绍一下吧 那我们还有另外两支 MSCI的两支的ETM 一个是美国低波动 一个是美国的一个资讯科技 那这两支也是MSCI公司我想应该是国际 国际社民的一个指数公司 那我们跟他合作发了这两支 那这两支的特色就是美国特色 美国特色 那我觉得最主要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没有汇率风险 没有汇率风险 就是投资人 比如说你买苹果 假设现在是120好了 那苹果涨到200 事实上你应该赚80块才对 没错 可是当你乘上美金之后 你就有汇兑损失 像今年台币就升了5个5个percent 所以你整个韩本金你要扣掉5个percent 所以你实际上获利就很少 那如果你没有汇率风险的情况下 就是说苹果从120涨到200 我们就是给你80块台币 这指数就是这样 这指数就是他追踪的指数 只要涨一成 我们就给一成的约当台币金额 所以客户是没有汇率风险的 那风险我们自己会去避险 所以MSCI这两支是没有汇率风险的 那统一本身会去买进相关的股票吗 会啊 比如说 就是买进苹果啊 或是说追踪MSCI相关成分股的这些股票 像美股这边 我们就是买那个S&P500期货 或者是NQ100期货来避险 美股这边 如果台股这边 像我们这 统一价值成长30 跟统一台湾5G 这个的话 它我们都实际持有股票到9成以上 我们内规有规定 法令有规定 对 我们几乎都是接近百分之百的持股 对 就是这个基本上持股到9成基本上就是完全避险 对对对 因为这是完全复制法了 因为外面有在有一些网路 有网路一些谣言之后 我们都没有避险 事实上我们都我们内规跟主管机关 应该不可能吧 这个之前才出过大大事 主管机关都强调一定要避险 那我们都是我们我们一定说是9成以上的一个 约当市值避险 OK好 那这个现在目前的市况如何呢 现在市况 交易整个市况是不是越来越旺呢 有啊 因为ETN毕竟是去年才开始发行的嘛 我们就我们希望统一证券这边做一点力量 另外把这个产品推上去 因为它跟ETF 你在2003年买了0050 ETF 你现在应该是赚了可能10倍以上 所以同样逻辑 你在现在如果青睐我们这种ETN新商品 我觉得以后未来应该还是蛮有机会 因为因为它我们追踪的指数是我们很用心 很精心研究挑选的好指数 不是那种很fancy然后追踪不到的指数 就你们也有信心的啦 有信心 但我知道ETN跟ETF有很大特性 就是ETN有到期日嘛 对 所以说您刚讲说0050 10年前买现在已经是超过10倍以上的报酬 那ETN能放那么久吗 ETN我们有在推动就是说能够展研 那目前主管机关这边还没有通过啦 那我们未来会积极推动如果说我们这个指数是好指数 我们如果假设展研还没有办法做的时候 我们会再发一档一样的产品让客户继续持用 就替换过来就对了 配套一个措施对 好那当然这个一般来讲差不多 至少也有两年的这个有我们都是发三到五年还有十年的 三到五年十年也很长啊 十年很长啊 十年很长啊 好那个当然这个发行的期间啊 是由证券商自己来订定嘛 对不对 好所以当然也有券商自己的一些考量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请普通更深入来帮我们介绍ETN这个商品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其实ETN跟ETF就我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很明显的特色 不同的地方 就是ETF基本上没有什么造势的问题 就是说发行的发行者一般都投信嘛 他基本上没有什么造势的问题 但是ETN因为是券商所发行 所以券商负有这个造势的责任 所以那个ETN造势品质好不好 就关系这一档ETN现在目前投资人的权益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场访问是统一证券的普建亨普副总 副总你可不可以就ETN造势这个部分来谈一下呢 造势像我们统一ETN它的造势啊 都是上下五档 然后它都挂490几张 所以流动性非常好 一般你在判断一个商品的流动性 你不能看它的成交量 你应该看它的买卖的张数 那才是你能够增加流动性的一个 依据 所以我们上下都很多 就说你比如说你今天买了五百张 你明天要卖五百张 那都是一个一两个tick里面的事情 我们一定会强回收 这是我们买的到 买的到也绝对会卖得掉 对对对对对对 那它那个追踪那个benchmark的话 它是即时追踪吗 对即时追踪 对即时追踪 基本上就是不是到这个一定的时间才调整 它是随时在 我们随着指数变动 我们就会即时的把那个买卖价 买回做适当的挪移的shift 对OK好 就是把这个小baby照顾好就对了 让投资人这个在买进卖出的流动性上OK 同时交易上面的这个公平性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好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统一线 目前我知道最新要发一档就是统一恒生科技指数etm 对不对 对对对 那这一档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OK那这一档是恒生 我觉得未来的第三大指数啦 那投资人可能错过了 科技版 对对 投资人可能错过了那个国企股 中国国企指数 那是恒生第二大指数 当年在香港回归的时候 那为了要腾龙换鸟第一波啊 就把一些金融 国企金融股 还有顺便就是要引导国际金融股一个国际化 所以他会他就会成立一个建立一个那个国企指数嘛 那当时大概是2000点 然后现在国企指数还原全值大概有2万点 所以你要是在2000年买了国企指数的相关的 假设是指数型产品 你现在大概是可以获利大概9倍 市值变10倍 大概是这样 那这一次就是第二次的腾龙换鸟啦 因为这是一个恒生科技指数 大家都知道因为最近中美贸易战的关系 所以大陆一个内化的一个科技增长 是势在必行 他已经拉高到那个国家战略的一个希望把国 用国家战略去把科技力整个拉起来 全面就是进口替代 取代美国的一个经济的一个一个束缚嘛 所以所以我们也是 就有这个机会把这个好指数介绍给大家 我们将它做成我们的统一ET 那它行业别大概是包含了工业 非必需性消费还有医疗保健 金融跟资讯科技 那工业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要顺与光学嘛 那还是瑞生科技 这两支 那非必需性消费就大概是 腾讯子公司有一家叫乐文集团 就是我们在手机啊网路上可以看一些小说 就是一个出版商类似这样子 还有那种新东方在线 大概这个是那个线上教育 我现在也是很夯 就是用线上教育的 然后再来就是医疗保险 像阿里健康啊 还有一些平安好医生啊 这些一些医疗 像平安好医生就是他 他是一个生态系 就是他有结合医院 就是一整整个生态的服务 线上问诊啊这些 那像金融科技像有那种重案在线啊 那就线上就是卖保险嘛 还有一个叫益星集团的 那益星集团它是车 那在网上卖车子 还有车贷 它有点类似我们台湾的什么育融啊 中租这种这种感觉 就是车贷融资的等等 那资讯科技这是要中 资讯科技大概占了整个指数的一个70% 那就是包含的 那我们大家耳熟人详的阿里巴巴 腾讯美团小米大概这四家 重量级的一个科技的公司 这像阿里巴巴跟腾讯 它的市值都是大概有五兆的一个港币 五兆到六兆 所以他大概都二十几兆的一个台币 都比台积电大 大概是这样子 那他的主题就是我刚所说的 我刚介绍那些公司 他就围绕着网络嘛 金融科技跟云端 还有电子商务跟数字化 大概就围绕这些主题 那唯一就是要他们一定要满足就是有用一些创新 创新的方法去推展他们的业务 比如说应用手机 网路 或者是电脑 去推销他们 就是他们业务上去 需要经过这种科技化业务 他会被纳入这个指数 或者是他们的R&D 就是研究发展 有占营收的5% 对 不然就是你要满足他的年收入增长要10% 这个创新 创新的一个要求 这样子 好 这个指数我有观察 他其实 恒生科技组 今年3月到现在目前涨幅大概差不多一倍了 涨得相当猛 那包括像美团的股价 你去看 真的是一路在往上升 如果没有记错 美团应该现在已经300多块港币了吧 年初好像才不到100块港币吧 那阿里巴巴的这个市值更是惊人 超过6兆港币 虽然说最近阿里巴巴好像事情比较多 对不对 股价被打下 但我觉得长期而言 不管腾讯阿里巴巴小米 美团 这些恒生科技板块上面的重要成分股 应该长期都有很大的一个发展机会 所以你们也是看中这点 所以昨天就发了这档ETM 就是我们大概12月初会挂牌 会挂牌 那这一档一定是未来的 整个中国的一个大趋势 你错过了H股 就是错过了中国国企股的指数 那个涨10倍 我觉得千万这一次 一定要把握这一次的那个 恒生科技指数 他是一个我觉得未来发展性也非常高 所以你们同一也会好好给他造势一下 对不对 会啊一天我们造势一定都是非常 上市的这个 这个同时挂牌一定要让他风光一天 因为我知道你们那5G一天 那天 这个挂牌量当天其实量充的蛮大的 对对 所以基本上就有一个好彩头就对了 那这一档这个 除了刚刚讲说 这些公司是我们主要关注之外 另外我们还可以关注什么呢 这一档的特色 这一档特色 这一档特色就是那个左眼在创新嘛 对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中国的纳斯达克版 对对对对对 就比如说 云计算 像阿里云 阿里巴巴有阿里云 还有腾讯有腾讯云 还有数据中心 像万国数据 万国数据 大概是内地的一个数据公司建制的一个第一名 还有像金碟啦这些都很知名的企业 金碟的话他就是 他的那个云端的一个 CR CR CRP的一个 一个那个 服务服务的提供者 所以他还是市值也是蛮大的 然后再来就是如华宏啊半导体啊 中芯中芯国际啊 SMIT 这些这些大家耳熟人想 所以大家如果在看报纸有关中国科技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公司 都会在大部分都会南瓜在这个指数里面 那当初我们会去想到要推这两一天的最主要原因是 就是看到未来大陆整个中国的一个科技的发展的重心嘛 对 对 因为他刚说的就是要内在增长嘛 不再依靠外部的力量 所以他一定会很强力的扶植这个科技产业啊 也不论是半导体啊 或是相关的网际网路 或是AI啊 或是一些云端等等技术 都需要自制 就内内部增长 我觉得你们在发ETN啊 也还蛮有那个你们的步骤 比如说5GETN啊 你们就以这个台湾的5G站队为主嘛 然后呢 这档恒生科技ETN啊 就以这个中国大陆现在目前最主要 这些最强的科技产业 这个站队为主 对不对 所以让投资人就是说 你要买 你喜欢买台湾 你可以买台湾 你喜欢买整个大中华区 你可以买整个大中华区 甚至说你两岸三地你都买 你就可以这个one stop shopping 是这样的概念吗 对对对对 我们还有MSCI的那个美国资讯科技 OK好 全世界都被你们抓进来了 全世界科技股都在我们的产品里面 好的啊 好非常谢谢 我们今天访问到统一证券的普建恩副总啊 谢谢普副总 好谢谢 明天见